好 休息会儿 你到底怎么了 你脸色真的很不好啊 我真的没事 是不是江村又欺负你了 这是我跟江村的事 跟你没关系 说你 你肠胃也不是很好 能不要喝酒就不要喝酒 黄家雯 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好 我们不能再错下去了 我也不想对你好啊 但这么多年我习惯了 我改不了了 你说如果当年没有江村 咱们俩是不是可能 不可能 就算没有江村的话 我俩也不可能 我知道是我没用 我没本事 我除了比他爱你 什么也比不过他亲的吧 我还不过他 其实呢 我也不突别了 我觉得咱们现在 就特别地好 我不愿意 黄家雯 咱今天就把话说清楚吧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是个意外 意外你明白吗 是不能发生 也不该发生的事 你明白吗 如果你这辈子还想见到我的话 就把这件事情梦得一干二净 跟谁也不要说 你知道吗 那天晚上是我喝多了 是我的错吗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行了吧 我想过了 等这支广告拍完以后 我就会跟公司解约 没必要的话 咱们俩不要再见面 林苏 你干吗 江村 你不是在上海吗 我二跟我说 你出事了 来看看 借一下网络的义务 现在看来 多余了 秦英苏 你可以啊你 我哥前脚去上海 你后脚就被人开发了 你就这么急不可难吗 我们江家哪儿对你不好 你非要给我哥 戴这么大一顶绿帽子 贾网络 你怎么进秦英苏 我告诉你 这个家里只要有我在 你就便要占一点便宜 我看你这次怎么办 你怎么办 没事吧 哥 你别生气 为了这种女人不值得 秦英苏她处心积虑 嫁给你就是为了钱 我早说过你非不信 现在怎么样 她早就跟那个黄佳文 搞在一起了 但我们江家都是傻子吗 这次你必须得跟她离婚 我咽不下这口恶气 你早就知道 他们两个在这儿了 没有 我就是路过 你跟踪秦英苏 对 怎么样 我就是跟踪她 我敢做敢当 我不像她 在家装嫌其良 我出门就给你戴绿帽子 好 我告诉你 江总 你也来找秦英苏姐啊 她在楼上吧 你谁啊 你也找秦英苏啊 我是这只广告副导演 小姓赵 什么广告 你们今天在这儿拍广告吗 对 外边现场已经布置好了 导演让我过来看 看英苏姐 什么时候能过去化妆 谢谢 江总那我上去看英苏姐啊 对 哥 你干嘛去 回头再给你算账 英苏 你真是 人呐 不是 说黄佳文陪着英苏姐呢 你这人哪 别接 怎么了 为什么不接 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这样 特别是江村 林总 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 怀孕了 怀孕 这孩子 我跟江村结婚一个月后 就没再通过床 这孩子是我的 你高兴什么呀 你这样会害死我的你知道吗 好 我不说 我不说 他叫他 主动 上车 一大手 那我都给你带我 那我李 跟你带你去 还不在我 你 handles我 你感受我 你带你走 刚才不小心崴了一下 去了趟医院 站着别动啊 来 把这个先换上 我自己来就行了 来 换上 走 走啊 好 站好 别动 上车吧 方便说呢 我今天自己开车了 你自己开车 你不是一直都不敢 开就开了 我已经跟他们说 让他们说工了 回家吧 在这儿我一分钟都带你下去 收工了 这广告一天得损失多大啊 你觉得我没有情况 但是 刚刚的事情 不用说了 我误会了 你真的相信我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你也不会跟黄家文在一起 要不你也不会嫁给我吧 上车吧 脑袋 冷静衣服 指导就行了 还问 我这儿有点事 先不说了啊 博儿 好 谢谢 姜欢 姜欢 你生什么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照片 发到朋友圈里面 现在全公司 我的朋友们都看到了 你还知道丢人 你什么意思 昨天那件事情 还没有解决 你应该跟你嫂子道歉 你道歉 我删除照片 我又没错 我凭什么道歉 算了 算了 博尔也不是有意的 是吧 博尔 齐英苏你少给我装好人 昨天我朋友可是亲眼看见 你跟一男的进出酒店 我告诉我哥有错吗 黄佳文是我的经纪人 我跟他一起出去应酬很正常 而且有很多人的 只是拍到了我们俩 经纪人就得勾剑大背啊 那我喝多了 他服务一下不行吗 姜村 你快看看 博尔是真的误会了 不 我昨天刚刚学会 怎么用这个软件 我准备把你的照片 做成表情包 一起发出去 那样你就火了 你威胁我 你说是就是了 反正你道歉 我删除照片 行了 行了 哥 我道歉 我以后再也不管你跟我 嫂子的事了 行了吧 不行 道歉 要讲究态度 要真心诚意地道歉 再来一次 对不起 我错了 哎呀 哎呀 我把照片删了吧 要发出去 不玩儿还怎么够人了 算了 算了啊 好了 你嫂子大人不计情不过 算你走夜 我今天去上海 今后不许再搞事 否则我跟你不愿了 明白吗 嗯 去吧 赶紧吃饭 赶紧吃饭 别生气了 喂 姐 桌子上的机票 看见了吗 我看到了 这 这是 知道你刚丢了工作 心情肯定不好 给你订了机票和酒店 让你出去好好玩玩 还是算了 这事你就得听我的 出去玩两天 然后回来好好工作 整个人都会不一样的 好吧 谢谢姐 好好玩 波儿 波儿 你哥呢 去上海出差两天 咱们俩穿了个机会 好好谈谈 我跟你有什么可谈的 别以为我跟你道了歉 你就灯了鼻子顺利 波儿 你之前跟踪我 我心里也很生气啊 不过我还是想趁这个机会 咱们俩能和平相处 嗯 想着呗 秦英素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跟你道歉呢 是看在我哥的面子上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也不要以为 我就真的可以接受你了 你也别那么早下结论 这样吧 我这两天去我妈那儿住 你能好好想想 毕竟咱们俩来日方长 不能总这样算计来算计去 你说是吧 马杰 唉 帮我收拾一下东西 我要出去住两个 哦 好的 嗯